他们就会给你们找车了 那么温泉就在我们酒店的旁边 但是呢 这个车必须酒店才能拉着大家去 前提听好 一定要把酒店刚才小于分发给大家的这张温泉小票 一定要拿好了 才能进得去温泉 其次我们的温泉是男女阴阳的 所以说一定进到里面要穿泳衣 不穿泳衣是禁止进内的 那么也就是所说在房间内 您可以选择自己在您房间里面洗好澡 把泳衣套在里面 然后呢再穿上外套下来坐车去泡温泉 这样也可以 如果说您觉得在房间内又要脱衣服又要穿回来 这样比较麻烦 您可以呢什么呢 把泳衣拿在手中 然后呢穿着您自己的外套这些衣服出来 然后到了那以后 我们再去洗澡 洗完澡再去泡 那么在我们的温泉里面 有毛巾有浴巾有洗漱用品 你的身上会很热 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 哇好凉爽好爽啊 你会把衣服扣子都拉开 把帽子都晒下去 千万记得不要 那样就会感冒了啊 所以说从温泉泡完以后出来 一定要帽子 手套为薄 衣服都要拉紧了 再回到你的宾馆内 然后回到房间 再把衣物脱掉 晚上就可以睡一个美美的觉了 那么明天早上